上海迪斯尼的黄金群贫遭彩花贼光顾 2016年10月25日 警方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二人是一对中年夫妻 手持剪刀割走300斤黄金群 当警方抓住这两位雌雄大盗时 他们竟解释说自己是剪树叶 没想到会犯罚 雌雄大盗并不都像电影故事那样浪漫惊险 做人还是要走正道 有请老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辽宁卫视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由修复粘膜健康口腔的 华素玉创牙膏独家冠名播出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说这小偷叫什么 说他别称 说有的叫小猫贼 还有说江阳大盗 咱们这现代汉语语境里边 偷啊盗啊贼啊 这意思差不多 但你记住这汉语啊 他既然要弄出一个另外个字 他一定跟原来那字意思多少都不一样 你像盗和贼 在中国古代就不是一回事 你把我寻子呢 他在书里边解释了 说叫害良为贼 窃货为盗 就说呢 抢劫那个叫贼 偷东西那叫盗 到后来呢 这意思又盗过来了 变成了呢 说强盗强盗 抢东西的叫盗 毛贼毛贼 偷东西叫贼 但甭管这盗和贼 这语意怎么转化 反正你这抢劫啊 盗窃啊 这些事啊 都是被大家认为是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事 没有人说这个 抢盗这个小偷 大伙同情他 很少 可是咱们说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还真就有那种啊 几乎成了万种偶像的盗贼 那那好莱坞片里边 把那一些 抢盗小偷弄得轰轰烈烈 还挺浪漫 不光是那个 现实当中真有这样的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个 雌雄大盗的故事 雌雄大盗 偷盗的日子 不怎么好过 亡命鸳鸯 逃亡的路上 千难往前 他们究竟是盗贼 还是浪迹天涯的侠侣 本期老梁故事会 让人同情的 雌雄大盗 有人说雌雄大盗 我知道 好莱坞有个片子 就雌雄大盗 这个雌雄大盗 是根据真人真事改变的 男的的叫克莱德 女的叫邦尼 这两位呢 杀了几十个人 连抢劫就杀人 然后呢 被警察乱枪打死 打死之后呢 好多人了 崇拜这两个人 也就是说江湖上 长久时间流传着 他们的故事 好像这不是个 抢劫犯杀人犯 而是成了中南山后 活死人墓 神雕侠侣 绝迹江湖 就跟传奇武侠似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 美国上个世纪 二三十年代 这对雌雄大盗 邦尼 克莱德 说这两位呢 咱们得分开了说 咱先说这邦尼 你咱们一想 说这女的 敢杀人的 这不得跟母业 这孙二娘似的 还真不是 这个邦尼要论长相 而且这邦尼 不是说打小就在什么 黑社会环境下长大 不是 家里头原来呢 条件还可以 而且这邦尼呢 小时候是个学霸 上学的时候表现很优秀 而且喜欢呢 写个诗啊 搞点文学生 说他怎么走上这条道了呢 要不说这家庭变故啊 有时候对一个孩子 影响非常大 他们家原来呢 在德格萨斯州 一个小镇住 可是他不大的时候呢 他爸爸呀 去世了 他母亲呢 带着他们这仨孩子呀 就搬到德格萨斯 一个挺穷的地方 去住去了 家庭条件就不如以前了 这个时候呢 家里条件这样 他母亲说 我早点醉 我也得供孩子念书 你们好好读书 这邦尼就看自己母亲呢 挺辛苦 就不想读书了 正感觉那时候 青春期还叛逆 他15岁的时候 就找了个男友 叫罗伊 两个人就结婚了 那这帮你也挺胆大 为了表达对自己这丈夫的忠贞不二啊 在自己这腿上啊 纹身啊 把罗伊的名字 闻到那儿 这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呀 应该算是一个挺前卫的举动 因为咱这说实在的 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啊 把男朋友女朋友的姓还名啊 闻到身上 这事挺傻的 你看我原来我身边有一位 这男孩嘛 他交了一个姓马的女朋友 他就把他女朋友马这姓啊 就闻到自己啊 这胸口这儿了 结果过不一阵 他跟这女朋友黄了 他挺恨这女朋友 你说这马事怎么处理 难弄了 哎 过不一阵他又交过女朋友 这女朋友姓冯 哎这好办了 就多两点嘛 他又在马旁边闻两点水 又过了日子他俩又黄了 再交那女朋友姓赵 这可怎么办 怎么改也改不了了 所以你这一时冲动 在自己身体闻着闻着 挺愚蠢的行为 就是当时呢 这邦尼年幼无知 还挺叛逆的 结果后来两个人呢 过着过着啊 这罗伊有点大男子主义 经常出去喝个酒干什么 整宿不回来 回来就问你 你怎么这宿干嘛去了 你上哪 这罗伊来气了 我一个老爷们用你管 时间长了对着邦尼进行家庭暴力 后来俩人呢 越弄越僵 这罗伊索性我不要你了 跑来 结果邦尼变成自己过的 你这个时候其实啊 他母亲过来看看 要能继续给他点母爱 温暖的好办 他母亲恨的 说你看你啊 当初那么劝你 你不停 你现在活该 所以这邦尼变成了 自己一而过来 身边老了 不疼 舅舅不爱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的心态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这工作也不好找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 二年代末 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 世界范围都是经济危机 所以这谋生很困难 在他一天在家里待着 这个难受 这克莱德呀 当时是个小偷 他哥哥呢 是个怪犯 他从他哥哥那儿 学了一堆啊 弯门便锁的这些技巧 挺高 尤其偷车 是他强项 就这一天呢 这邦尼在家里待着 这楼下呢 停车场嘛 这邦尼在家里待着没啥事吧 一关不整的 穿着短门的 这一四目相对 对出事来 这俩人是一见钟情 你要不说人有时候啊 这一见钟情你没法说 他就像一个简单的 荷尔蒙的化学反应似的 就我民间说 王八看绿豆对眼来 你大伙记不记这水浒传里边 西门青潘金莲怎么认识呢 潘金莲在楼上 一拿那窗杆啪掉下来 砸心不清脑子 心不清抬头 刚要破口大骂 这谁呢 也好 楼上这女的真漂亮 真对不住 奴家并非有意 官人原谅泽哥 啊 是 是 小娘子 定当不是有心的 奴家不是有意的 当然 娘子你 绝非是有意的 一下子 这一眼看在心里下来 这才鼓得王婆 后来才弄出这么大事 说这时候 这邦尼见克莱德 四目相对 俩人一见钟情 这也不知是善缘还是聂缘 这这邦尼 洗了葫芦穿衣服 从楼上去往下跑 见这克莱德 哎呀 这俩人就好的 这就不行 他俩就是这么认识的 你看认识之后 不知道这克莱德 小偷小摸 这邦尼也不加劝阻 哎 我反正跟着你走 有的人说 这 这邦尼这根性就不好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人走上犯罪道路啊 两个原因最重要 一个是贫穷 就没钱 第二个 没有爱 就往往身边人 对他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他感觉到很孤立 我想邦尼 他这个时候 一下子找 阿靖呢 还不如邦尼 打小就在贫贫苦 在那个环境长大呀 上个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 美国挺乱乎 他就觉得 我要想出人头地 我没有什么能改变命运的 我就得违法犯罪 所以很早的 这克莱德呢 小偷小末就会了 这跟邦尼俩在一块 结果时间不长 克莱德就被抓进监狱了 在监狱里边 他就告诉这个邦尼 我有枪 你想办把枪啊 探监的时候给我带起来 我准备 结果越狱之后跑了 不长时间又给抓回来 就在德尔萨斯州监狱 就判重刑了 可是这监狱里头啊 好多的重刑犯 那各顶各都是 饿得不得了的 就跟古龙笔下呢 饿人骨似的这番 干什么都有 结果在这个监狱里头 克莱德不仅没改造好 反而跟一些 更坏的人接触 这把这杀人越货 这些思路啊 手段呢 都学个差不多 甚至狠到什么程度呢 他为了逃避服役 想要直接提前释放 拿把斧子 就这么他 一拳一拐的出监了 到了监狱之外呢 跟邦尼俩一伤了 咱甭干别的了 咱就杀人越货 专门的抢呢 杂货店 等抢差不多了 完了搁这钱呢 再去买枪 所以就这么着犯罪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雌雄大盗 偷盗的日子 不怎么好过 亡命鸳鸯 逃亡的路上 千难往前 他们究竟是盗贼 还是浪迹天涯的侠侣 本期老梁故事会 让人同情的 雌雄大盗 说实在的 咱这么说 这个克莱德原来就小偷小摸 他怎么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呢 在监狱里头认识这些人太重要了 就说监狱里头的改造 怎么改造犯人 不是给他关起就拉倒了 改造得在里边 从内心到外部 都得有一些仪式化的东西 这克劳德就典型的犯到这上 结果这回在咱的处理这个事 他做了一些改动 他说这里头这个克莱德呢 是个性无能 这种无能和无助感 就是大时代下 美国当时经济很萧条 这老百姓有的活着费劲 活着费劲 贫穷是导致犯罪的最大的一个根源 他电影是为了表现这个主题 其实呢 这个雌雄大道呢 这男的倒不是性无能 在历史 那么两个人后来呢 杀了几十个人 这事越捅越大 成了这个FBI啊 头号的通缉犯 到罗斯古总统上台的时候呢 就这不行了 这得抓社会治安 那不能乱到这程度 全国范围通缉他们 抓他们 最后什么方法 把他们给弄出来呢 就是克莱德有个朋友 朋友他爹呢 对他也不错 就跟干爹干儿子似的 站到道边 等克莱德这车过来的时候呢 他的干爹认识 拦着车 就这么把这两人给弄死了 你看 打死他那地方 当时这消息传出去 当时这消息传出去 真的火山洋 我们不错了 不错了 那我们不错了 那我们不错了 看看 然后我们不错了 我们不错了 但是我们不错了 然后我们不错了 我们不错了 哪儿笑一听一听 睡一小觉啊 补充积养 没有那时候 所以俩人逃亡日子 很不美妙 而且还出了事儿了 后来邦尼都残疾了 咱们有一回他俩偷了辆车 为了逃避警察追 五年夜开车 结果前面迷个呼 没看听到 这后来这邦尼是个残疾人 说白了克莱德呢 不离不弃 所以有人说这爱情啊 都这样俩人还在一块呢 说白了他不跟他在一块 能跟谁在一块 那相依为命没办法 犯罪团活 我拉着你你拉着我 这凑着活着 反正这个过程是很凄惨 可是咱们有朋友一看电影 又觉得挺好 这个电影啊 他为了吸引你看 他必然在情节上传奇一点 他要把这俩人整得惨兮兮的 你可能就不爱看了 所以你看咱们好多电影 他把这逃亡啊犯罪的 这过程啊 那写的还挺浪漫 但是最后恶人有恶报 那肯定是复法的 你包括我们看那 冯老杠导演导的天下无贼 里边也雌雄大盗 刘德华 刘若英演那个 所以你看天下无贼里边 那刘若英怀孕之后呢 我想进去拜佛 等我卖了车 然后陪你玩啊 我不是想玩 我就想认认真真的 烧一炷香 都知道这不是好行的 只不过有时候因为贫穷和其他原因 陷到里头犯罪成了谋生手段 没办法 他真要他再次选择 他绝对不会再选择这东西 反正我看周围的一些罪犯 没有谁天生说 我一出生我就愿意小偷 我愿意想到 他为啥你看有一个事就能看出来 比方有人说老梁我拜你为师 我想学学怎么讲故事 有时候我要拜你为师 我学学怎么摄影 我学学怎么摄像 你见过有那当爹的领着儿子 说走我拜你找人 当你师父 学学怎么偷东西 没有这么没溜的家长 所以这个偷到这个行业里头啊 只有师父选徒弟 没有徒弟拜师的 往往就一小孩在外边瞎转悠 离家出走来 有个老惯犯 小偷一看 这孩子能给我当徒弟 给我打下手 配合着偷东西 他来勾引你来 只有师父选徒弟 没有徒弟 说拜师父的 说今天来吧 拜个小偷当师父 哪都没溜的 所以谁都知道这个行业 不怎么样 这是下三烂行业 而且没什么好下场 有时候为生活左迫 没办法走上犯罪道路 所以你不要看电影 慈雄大道 这个那描绘的如何好 哎呀 那个日子 它是苦不堪言的 所以就说慈雄大道 他们不是很浪漫的逃亡生涯 那是充满着悲惨的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电影里面啊 刻画这些场面的所迷惑 当然最后两位你看 你杀了那么多人 你能有好下场吗 就不管你什么 你为生活所为啥 你毕竟是犯罪 你受的所有苦难 不能成为你去害别人的理由 所以老的评书定场时 有那么四句说的好吗 叫说书唱戏劝人坊 三条大道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 是苍苍 选择六季度的介入沙尘